苏东坡传中记载了一个故事 苏氏出社朝堂之时 经常与同僚争论天下大事 好友文童见苏氏太过锋芒毕露 便提醒他这样不好 劝他要谨言慎行 苏氏却觉得不吐不快 并未将此话放在心上 后来苏氏果真因口舌之争 得罪了权贵 被外放到了杭州 文童来给苏氏送行之时 又叮嘱他 北客若来修问世 西湖虽好莫吟诗 言外之意就是告诉他 言多必诗 如果朝廷有人去你呢 不要跟他谈国事 也不要随便写诗 可苏氏到了杭州 不仅经常说一些 不合时宜的言论 还把他们都写进了诗集之中 一直跟苏氏不对付的御史书的 李定 王归等人 趁机搜罗其中诗句 营造罪名构陷苏氏 最终苏氏因此栽了个大跟头 被贬黄州 开始了半生的颠沛流离 李定此劫后 苏氏终于悔悟 发誓要力戒口舌 慎重笔墨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苦口婆心的劝戒 是最没有用的 只有在别人那吃几次亏 数几回难 他们才会从这些经历中顿悟 觉醒 正如一句话所说 人教人教不会 是教人一教就会 真正叫醒一个人的 从来不是好人的善言 而是他人的刁难 一 嫉妒你的人会让你知道 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交心 清代身居云在西岩坠玉中写 世间好看是尽有 好听话极度 唯求一真字难得 这世界上的真情本就不多 对所有人都掏心掏肺的人 早晚有一天会被别人锁上 苏氏在京围观时 曾与沈阔十分投缘 私下里 他们也经常聚在一起 谈论朝政 不久后 苏氏因言辞激进 被外放行中 沈阔转头又巴结起了王安石 王安石见沈阔如此行径 深知此人不可深交 便警示众人不要与沈阔亲近 苏氏却不以为意 仍将沈阔当作是自己的至交 后来 神宗任命沈阔为钦差大臣去杭州巡查 临行前还特意嘱咐他要关照苏氏 沈阔嘴上答应着 心里却十分妒忌 苏氏能得神宗如此青睐 而苏氏的才华又远胜于他 为了争夺文明 沈阔暗下决心要整款苏氏 苏氏不知沈阔的想法 还是事事都与他交信 并将自己新作的许多诗文都给了他 沈阔就在这些诗作里寻章摘据 搜罗苏氏讽刺心法的罪证 回京后便将苏氏告上了朝廷 没想到神宗最是反感沈阔的反复无常 不仅没责备苏氏 还反而将沈阔贬离了京师 苏氏得知沈阔的背叛后 才想起王安石之前的叮嘱 果然这世上不是所有的真心 都能换来感情 有些人你与他无话不谈 他却对你没几分真诚 有些人你对他毫无防备 他却对你百般算计 所有人心都隔着肚皮 所有真诚都夹杂着力 与人交往时多留几分戒备 千万不要等到被人伤害了 才懊悔自己识人不清 二 遇到的烂人会让你明白 不是什么人都配得上你的格局 曾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 可如 孔子曰活以报德 以直报怨 以德报德人怎么对你 你就怎么对人 如果别人欺负了你 以怀疑宽容待至 最后的结果不是感化了曾经伤害你的人 而是给了他再一次将刀捅向你的勇气 苏氏在朝中时曾遇到一个人 叫谢景温 此人深安官场的钻营之道 靠着阴金成功攀附上了王安石 为了迎合王安石 他便借着植物之变 处处打压朝中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大臣 苏氏首当其冲 经常被谢景温针对 一次 谢景温竟在朝堂上公然弹劾苏氏 说苏氏三年前送父亲灵鹫回眉山时 曾利用官传沿途贩卖官盐 家具和瓷器 这个罪名在当时非同小可 皇帝当即就下令彻查 查了几个月之后 案子终于了结 结论是 子虚无有 苏氏无罪 直到苏氏被冤诬的好友们 都劝他说 谢景温这等小人不可轻纵 否则日后还会有祸患 但苏氏到了狱前 什么也没说 就这样放过了谢景温 谢景温后来前任谭州 彼时张敦也在那里做官 两人抽味相投 一拍即合 明里暗里没少给苏氏使绊子 后来苏氏被从黄州调回京时 又是这两位史记谋 将苏氏贬到了更偏远的惠州 以前我们也曾像苏氏一般 对所有人的心怀宽容 等到善良被人屡次辜负 才逐渐明白 不是所有宽容都能换来感恩 不是所有善良都能得到回应 不要的时候 宁可凶狠如狼 也不可绵然如羊 就像一句老话所说 葫芦威严蛇必善 喝若亮爪鹰也耸在 妄灵复役的人面前 亮出自己的锋芒 你才能保全自身 三 攀附你的人 会让你深刻的体会到 人情冷暖 事态炎凉 诗人唐婉说 事情薄 人心恶 与颂黄昏花一落 一句话 便道出了事态的真相 也许你也曾以为 人心如磐石 不会轻易转移 可一旦你遭逢大起大落 你就会发现在深的情谊 也会在依稀之间荡然无存 苏氏年轻时非常喜欢结交朋友 尤其在他身居高位之时 来往他家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他的妻子王福 每次都会在屏风后面听 苏氏与友人交谈 然后在客人走后 给丈夫一些重肯的建议 并劝苏氏不要把每个人都当作好人 苏氏听过则忘 显然没把这话放在心上 后来才会屡次被别人所伤 苏氏年轻时 曾与张敦同筹为官 那时 张敦的官职远远不及苏氏 所以两人聚在一起时 他总是尽可能地迎合苏氏 后来随着张敦的官位越居越高 他对苏氏的态度 也从最开始的友好 变成了后来的敌对 甚至苏氏被贬到偏远之地时 他还好几次遇着苏氏于死地 人心凉薄 静置于死 苏氏还有一个叫李公林的画家朋友 当苏氏未及仁臣时 他经常与苏氏聚在一起谈试论画 为苏家变画家妙的神像 苏氏被贬之后 他就立刻换了一副嘴脸 在路上遇到苏氏时 还以衫遮面 转过脸去 装作不认识 所以交情是什么 杨将有一句话说得透彻 当你身处高位时 看到的都是浮华春梦 当你身处卑微 才有机会看到事态真相 与人身交 你有情 别人未必有意 你全信 别人未必全意 当你没有利用价值之时 在亲近的人 也有可能离你而去 人在风光时 一定要警惕那些 不怀好意靠近你的人 不要等被伤透了心 才看清谁不可信 苏氏第二次环朝时 曾收到黄庭坚寄来的一首诗 诗中有一句 为公唤起黄州命 独在偏州向五湖 这让苏氏想到了自己早年 被诸人陷害 被贬黄州的经历 那次起落 也让他明白了自己应付不了 官场上的尔虞我诈 于是他果断上书请资 远离了京城这个是非之地 所以说 在这个世上 能说服一个人的 不是道理 而是经理 能叫醒一个人的 不是说教 而是磨难 只有你被伤过 碰过 切身感受过 你才会明白 曾经听过的道理 都是治理名言 而这些 你在成长路上的经历与领悟 也会指引你 更加通法地为人处事